大家一直催更黄宇军的投篮解析 在上月 黄宇军到访重庆 本人也在现场多角度记录了他的投篮 黄宇军的投篮模式 有不少值得大众借鉴的方面 但也存在着明显短板 本期视频将深度解析黄宇军的投篮 黄宇军在远距离惯用的是 一段式投篮 在中近距离常用两段式跳投 但两种投篮方式的发力节奏却是相同的 黄宇军投篮的整体发力节奏是 降重心与陈球同步 蹬地的同时起球 上下肢是协调发力的 投篮动作的流畅性较好 第一方面 是黄宇军的投篮的下肢发力 首先 黄宇军拥有相对高效的下肢发力模型 快速降重心与下肢登身的能力都较强 他的降重心是趋宽住道 趋宽带动小幅度的曲细 脚下有明显的体重习惯 脚下的登身快速积极 其次是 投篮站姿 黄宇军习惯较宽的站姿是略宽于肩的 这有助于投篮时建立稳定的身体平衡 但这也会一定程度降低下肢的登身速度 对于初学者以及动态平衡能力一般的人 不要盲目追求窄居站位 身体的平衡才是投篮中最重要的基础 最后是关于下肢的内旋发力 黄宇军的下肢有内旋发力的习惯 在他的急停投篮中更为常见 具体表现为 向下蓄力时 关部右侧主动向内旋 带动膝关节与怀关节左旋 这不但能快速拉紧身体的后侧脸 还能修正他手肘外般对投篮方向的干扰 内旋蓄力的势能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在后期视频中将做出详解 黄宇军投篮的下肢发力模型 是比较值得大众参考学习的 下面是黄宇军投篮的上肢发力部分 这部分也是导致他投篮不稳定的重点 首先是持球 他的投篮手 五指用力伸展 有用虎口刻意去卡球的习惯 这能确保在起球到出手阶段 篮球的重心一直保持在食指与中指一侧 这对于他个人来说 这样的持球是相对稳定的 主要得于他远超身高比例的大手 棋子是气球出手 黄宇军沿着身体中线气球 从头中出手 这就导致了他的手肘会出现明显的外翻 他常会通过向左侧身来修正投篮手手肘 向右所造成的上肢力线的偏移 但黄宇军投篮的直线发力基础还不够稳固 有时 他的投篮脚部位调整到位 侧身不够 手肘外翻对上肢力线的扰动会频繁暴露 最常见的就是投篮手手臂伸展时 手肘带动手指向左拨球 在本人录制的约两小时的素材中 在未投进的球中 约80%的方向性偏移 都是向篮框的左侧 立线的偏移不但造成方向的不稳定 也会导致力量传导的低效 很多优秀射手也会有手肘明显外翻的情况 像达米安利拉德 他是用大幅度侧身来修正 像雷吉米勒 雷阿伦都是通过辅助手的拇指向右拨球 来修正投篮手手肘外翻造成的弹道偏移 值得一提的是 黄宇君常用来制造节目效果的背头 在他的背头中 从右侧起球 右肩上出手 手肘是明显内收正对篮框的 这正是一个稳定的直线发力模型 最后是黄宇君投篮上肢的末端发力部分 在他投篮的上肢发力点 手腕不但没有后驱 而是反常规的小幅度前驱 他会主动用手指发力拨球 也就是我们前期解读过的用手指发力主导的压腕 这样的方式压腕拨指不充分 会更多的向前投篮 这会压低投篮的弧度 篮球难以获得较高的转速 由于上肢的主动向前发力 黄宇君投篮出手后 躯干会略向前倾 而顶级的优秀射手 在投篮时都是充分向上后再顺势向前发力 出手后躯干都是呈现略后仰的姿态 同样的末端的主动发力也会导致方向控制的难度加大 进一步降低力量传导的效率 在黄宇君的中近距离投篮中 可以频繁看到压腕不充分 或来不及压腕拨球的情况 而在上肢发力模型方面 本常与他切磋的重庆质检员 他的上肢发力模型则更加高效稳定 他习惯偏身体右侧起球 偏右肩出手 投篮手手肘轻微外扳 投篮的直线发力基础就更加稳固 用手掌出球起球及出手 用手掌来主导压腕拨指 力量传导更流畅 压腕拨指比较充分 出手后投篮手手指会自然指向地面